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宅福姐媒社,我是糖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漫画是 被那缠绵的热吻融化之后 讲述了满脑子黄色废料的小白兔 和披着钻石王老五外皮的大灰狼 同居之后发生的故事 向赖今年18岁 是一个即将步入大学的大一学生 在父母的眼中 一向乖巧听话的向赖 还完全不具备独自生存的能力 可他的大学离家实在遥远 每天走读太不方便 正好邻居的孩子瑞姬就住在学校附近 父母想到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让向赖和她同居 一来两人小时候是关系很好的玩伴 长大后也一定能和得来 二来向赖也可以帮瑞姬做家务 而省下些房租 瑞姬比向赖大几岁 是个已经有固定工作的社畜 向赖每天照顾着她的衣食起居 按部就班的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唯一让她感到美中不足的是 她还得负责叫瑞姬起床 瑞姬有严重的起床综合症 每天早上赖潮时 都要抱着向赖蹭来蹭去 像一只粘人的大猫 这让向赖有些困扰 瑞姬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 人帅又多金 是个标准的赞食王老五 这么优秀的人却没有女朋友 向赖有时会怀疑 是不是顾及到自己的存在 瑞姬才没有谈恋爱 这种念头让她在瑞姬面前更加拘谨 生怕自己的不懂事给人带来麻烦 而向赖的举动却让瑞姬不理解 她不明白 小时候喜欢缠着自己的少年 长大却与她越来越生疏了 只要两人住在一起 有些尴尬的场面就是难以避免的 比如这天 向赖放学回家 一进门就正好撞见了副 鲜活的美男初遇徒 瑞姬浑身上下只围着一条浴巾 毫不见外地凑近了向赖跟她说话 向赖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红着脸小 自己真的赶紧做兼职攒钱 从这里搬出去住 瑞姬的靠近已经让她能够感受到 她对瑞姬的兄弟情 开始有些逐渐变质的趋势了 她可以接受喜欢一个男人 但如果这个人是她从小崇拜的哥哥 那是绝对不行 这有啥不行 真骨磕 我们都能啃下去 跟喜欢的人共处一室 总归会产生些欲望 瑞姬只能偷偷地躲在床上 想向着瑞姬抚摸自己身体的样子 并用手DIY 她没法跟身边的人分享喜欢瑞姬的心情 只能把社交媒体当成树洞 有人看了她的自拍 给她发稿黄缩的私信 要求看她的私房照 向赖被露骨的文字冲击到了 哄着脸答应了她的要求 正当她自导自演录小视频的时候 瑞姬突然从背后冒出 向赖当即感受到了 什么叫社会性死亡 瑞姬将视频删掉 接着帮助向赖说起欲望 用行动告诉向赖 她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 来证明自己的魅力 瑞姬认为 自己身为向赖的监护人 有必要帮助向赖建立正确的恋爱观 免得以后被哪个渣男给骗了 于是她决定 当向赖的模拟男友 亲自教她谈恋爱 向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安排了 凭空多出来了一个 彻底一流的男朋友 单方面决定跟她交往的瑞姬 仿佛开启了什么奇怪的开关 连她在做家务的时候 都要凑上来抱住她 对她轻轻摸摸 向赖总会紧张到手足无措 但在她身上四处点火的人 是她从青春期时就在憧憬地学找 向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乖乖搅袭投降 在瑞姬温柔又色气地攻击下 几乎要缺氧到融化 就在这个期间 那个之前私信向赖的猥琐男 又给她发了信息 她知道向赖在哪里上学 威胁说要去找她 向赖有些惊讶 却没把这事太放在心上 但她不知道的是 她已经开始被人跟踪了 向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瑞姬身上 虽说两人在谈虚拟恋爱 可瑞姬怎么看 都觉得他俩真的好像对情侣 温柔的大哥哥 化身为披着恋人外皮的大灰狼 让向赖毫无保留地 想献上自己的全部 可到了事后的闲者时间 气氛又会有那么一丝奇怪 两人都说不清楚 现在的他们算是什么关系呢 说起来 小时候的瑞姬性格孤僻 不爱和人接触 能和向赖成为朋友 主要还是靠向赖 毫无防备地不断亲近 小时候向赖非常喜欢黏着瑞姬 一有机会就要到瑞姬家里去陪着她 安静乖恰的样子 猝不及防地击中了瑞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后来两人因为上学分开 瑞姬时常能想起这个邻家弟弟 所以等到瑞姬的父母 拜托他照顾瑞姬时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他也想知道 对于向赖 他最近抱有怎样的感情 最近瑞姬总是加班 也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正好避免了前几天 两人在意乱情迷度了之后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彼此的尴尬 向赖想要和瑞姬亲近 但一想到他们的恋爱关系 不过是一场模拟游戏 又会有些望而却步 在这种他俩感情陷入僵局的时候 助攻就要闪亮登场了 向赖的同学告诉他 隔壁的学长管他要向赖的号码 同学提醒向赖 要警方被变态缠上 然而傻白甜的向赖 依旧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危险 晚上天下起雨 向赖想到瑞姬没有带伞 打算出门去接他 在他的身后 一个男人悄无声息地跟上了他 向赖接到瑞姬后 两人一起上了地铁 瑞姬靠着栏杆 疲惫地闭目养神 与此同时 东茂南在向赖身后 伸出行猪手 撩紧了他的衣服 在这时刻 瑞姬急事睁开了眼睛 把向赖抱到自己怀里后 通知保安 把这个痴汉抓了起来 痴汉不断跟向赖道歉 说自己之前在走廊里碰到了向赖 从此就对他一见钟情 做出了一系列变态的事情 大学学长竟然是发私信 和跟踪的变态 向赖简直被震惊到了 瑞姬已经完全不想听这人的解释 拉起向赖的手走了出去 看样子相当生气 向赖一到家就被推倒了 身上被痴汉碰过的地方 瑞姬都给他仔细消了毒 瑞姬意识到 他对向赖不正常的战有欲 他宣布 两人的恋爱游戏就此结束 他已经爱上了向赖 想要跟他谈真实的恋爱 他们说出年少时对彼此的心思 才知道 他们之间的双箭头 早就突破天际了 却因为青春期时到浇娇别扭 硬生生错过了这么多年 关系的转变 意味着相处模式的转变 既然已经是情侣 那么客房这种东西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小时候 向赖最喜欢跟瑞姬玩 医生和病人的游戏 瑞姬总会捏着她的下巴 检查她的喉咙是否发炎 这个行为对现在的他们来说 完全变成了情侣间的小情趣 向赖每次都会被弄得飘飘欲仙 有时候还会丢言地 再进行到一半事 失去意识 偶尔他会做梦 梦中的瑞姬变成了小少年 身边还有只毛茸茸的小猫咪 向赖拉一下毛头 再揉揉瑞姬的头 触感简直一模一样 那时他就知道看似性格强硬的瑞姬 其实有一颗像他的头发一样柔软的内心 向赖从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 他能和瑞姬哥哥成为恋人 并过上老夫老妻般的同居生活 每天他会按时回家做饭 等瑞姬回来给他一个吻 日子简直快乐似神仙 然而让向赖有些郁闷的事 最近的每一次 他们都是浅尝折止 于是今天他准备主动一回 两人进行了一场不可描述运动 向赖在最后一刻累得睡着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瑞姬已经做好了早餐 自打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 瑞姬就开始主动承担起家务 向赖心里觉得愧疚 开始反思 自己是不是有点恃宠而交了 这天放学 向赖偶遇下班的瑞姬 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女孩 让人看上去十分亲密 向赖慌烂地冲上去拽住了瑞姬 瑞姬一看她的表情 就知道她是误会了 立马解释他们只是同事关系 得知真相后的向赖非常过意不惧 自己居然在怀疑瑞姬 可瑞姬却丝毫没有生气 还抱着向赖说 都是她不好 没能给向赖提供安全感 从今往后 她愿意主动承担家务 每天给向赖做早饭 叫她起床 她愿意为了这段感情 努力改变自己 让向赖感受到更多的爱 话虽是这样说 可是失去证明 指望一个患有起床综合症的人 起来做早饭 是根本不可能的 向赖却完全不感到困扰 反而乐在其中 因为她最爱的瑞姬 就是这样一个完美中 又带着点小瑕疵的人啊 这就是漫画的全部内容啦 小伙伴们是不是还没看过影呢 请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精彩的漫画哦 再见 再见